养兰花的朋友到八月份经常会听到一个词语 就是花芽分化 花芽是什么呢 很多兰友新手兰友 特别是刚刚开始学养兰花的朋友 他可能不清楚 他以为兰花就是叶片花苞开花的三个阶段 其实在花苞之前 这个兰花的卢头 它会首先会分裂出花芽 会门发出花芽 也就是一个小小的芽点 其实花芽和叶芽 它是在同一个部位门生出来的 在最初的时候 它的形态并不是固定的 那么八月份是 特别是春兰八月份是花芽门发的一个旺季 花芽门发出芽点以后 到花苞出土 长成两公分左右高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 一般来说最少的一个半月 也就是说现在你看到有花芽分化 可能要到九月上旬 现在花芽分化它是已经有开始 已经开始 要到九月上旬或者九月下旬的时候 才能见到这个花苞 钻出这个图面 在花盆外面可以看到这个花苞 那么花芽究竟是怎样的呢 今天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春兰的花芽 在现阶段在逆秋前后的时候 这个花芽是如何形成的 难怪在门花花芽的时候啊 它的外在呢 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表现 其实它的表现是有的 只不过是比较轻微不太明显 所以我们不是很容易判断 比方说那个新苗的新苗的生长 新苗的拔高 它会放缓 会比那个六七月份的时候 生长速度会慢一些 但这些没有一个 如果一个很精细的参作物 可能会看出来 当然大多数是不容易用肉眼 给判断出来的 花芽呢 在这个时候呢 已经是很容易看到了 我们现在手上这份春兰呢 就非常容易 我们把这个剑状的蓝苗这个位置 给它轻轻地扒开 再把镜头放近一点 这样呢 就很容易就看到 这个兰花的炉头上面 敷裂出两个芽点 这就是花芽 这就是花芽 如果说这个湿度控制的 比较自然的话 那么在九月中旬的时候 这两个花芽 它就会钻出土面 就会成为真正的花芽 然后呢 在这边 还有一个花芽 在这个位置 不是很清楚 在这个位置 我观察点到这个白色的白点 它也是一个花芽 花芽和叶芽的形态 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虽然我说这是花芽 但是如果在后期 这个湿度 你说这一块盆土的湿度 比较大的话 它有很可能会转变成叶芽 这种现象呢 在前年 2009年的时候 我就曾经做过一个视频 拍过一系列的照片 跟踪过一盆兰花 从很明显的 它都已经长出土 长成花芽了 到最后还变成了叶片 当然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湿度 这是盆土的湿度 也就是这个土壤的湿度 植尿的湿度 环境的湿度呢 是不能太小的 环境的湿度 如果长期过于干燥的话 这个花芽 即使它长成花芽了 它钻出土面了 都不一定能成活 它很可能就干枯掉 削包了 今天讲的呢 花芽 它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看起来呢 初期看起来 并不是很明显 我们再另外 找一盆兰花 看一下 它的花芽 这就是它的花芽 肩上还有一点 小红点点 这是春兰的花芽 很多呢 是这样的 有小红点点的花芽 长成花苞以后 并不一定 就会开出 奇特的花朵来 并不一定的花芽 只需要花芽 让你不顾帅 再放弄 并不顾帅 感谢观看